我国即将迎来更换首相命运 国阵派系的巫统副主席伊斯麦莎比里成功得到最多数票 以114名议员支持率有望成为国家下一任首相 而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则手握西蒙及反对党阵线的105票 可以确认的是杀政党阵线的18名国会议员 一致同意支持杀比里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今天召集了114名国阵成员 国民联盟和沙拉越政党联盟GPS 伊斯兰党和几位独立议员 验证他们对巫统副主席伊斯麦莎比里成为下一任首相的支持 至于提出安华为首相人选的反对派 目前还没有收到会见国家元首的邀请 行动党国会议员王健明发推文说 他和其他同事没有收到国家元首的通知 如果有人好奇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和我的同事们今天都没有收到任何去王宫的通知 根据网上发布的截图 只有获胜方才会 贝贝邀请去那里向陛下确认他们 对新首相的支持 这意味着伊斯麦莎比里被成功选为首相人选 据调查 一旦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确认 第九任首相人选 新首相预计最早将于本月21日星期六宣誓就职 马来统治者理事会将于本月20日星期五下午2030分召开特别会议 相信将讨论国家元首根据议员投选的结果做出决定 新首相宣誓就职后 预计下周将公布新内阁名单 前首相马哈迪指出 公正党主席安华很难获得大多数国会议员的信任和支持 让他成为首相 这名祖国斗士党主席则表示不愿第三次担任首相 相反 他只想领导国家复苏理事会 如果安华想成为首相 他必须得到大多数下议院的支持 但是经常得不到支持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表示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情况下 首相一直不应成为首要关注的焦点 我对内阁职位不感兴趣 我只想要解决冠病问题的权利 我不想当首相 我只想当国家行动理事会或国家复苏理事会的领导人 但政府必须接受我们的决定 马哈迪昨晚在接受马兴社采访时如此表示 他说 该委员会的成立 对于使该国摆脱由冠病引起的健康和经济危机非常重要 成为首相的问题并不重要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应对冠病疫情 马哈迪表示 斗士党保持第三势力的立场 不支持任何联盟 他说 西蒙和国盟没有兴趣让斗士党合作 我们发现我们对国盟与西蒙的团队没有兴趣 这就是我们自成一国的原因 我们是第三势力 我们可以选择支持哪一方 但我们想知道他们的立场 他重申 现阶段 斗士党不与任何人合作 他有朋友 但没有联盟 大马民主联合 阵线MUTA 注册尚未获批 明星党主席拿督斯里沙菲 一向麻坡国会议员赛沙迪 提议在下届大选中 以明星党的旗帜 捍卫国习 沙菲仪说 该党打算从东马 扩展到马来西亚半岛 所以对此持开放态度 在接下来的第15届大选中 我们决定不在所有州参战 而只在某些地区参战 比如我给赛沙迪提了个建议 因为他的党籍被社团登记处拒绝了 赛沙迪未来的处境会很艰难 他的一些合伙人 有很多专业人士 包括医生和律师 拥有这些人才来 帮助我们管理国家 是一件好事 所以 我想说 为什么不呢 沙菲仪表示 他无意分裂选民 但明星党 有权在马来西亚半岛 站稳脚跟 像巫统 行动党和公正党 都可以在沙巴设立区步 培养基层 那明星党没有理由 不扩大在半岛的政治权力 他说 但该党不会在 敦马哈迪和穆克里父子所属的 弗罗交易国会议席 和邮轮国会议席上阵 因为他还需要盟友 也是先本 那国会议员的他补充说 明星党也可以为年轻人 提供一个其他政党 很难找到的平台 对于当前的政治危机 他不同意 再次进入紧急状态 成立国家行动委员会 Megarin 来管理国家的想法 他表示 紧急状态和国家行动 理事并没有被太多国家利用 这会吓倒投资者 他认为 我国较早实施的紧急状态 似乎无助于控制新冠肺炎疫情 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当国家面临危机时 更合适的是 成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理事会 并赋予理事会管理国家的权利 前首相纳吉 由于昨日早晨 需要参与巫统召开的会议 决定首相人选 因此推迟了他的 一码公司审讯案件 不过 纳吉今天也因为需要 到国家皇宫 敬见元首为由 想要再次缺席 这引起了高庭法官 柯林劳伦斯龙岩大怒 当法官进入法庭时 纳吉的律师拉莫 哈兹兰告诉法庭 直到昨晚 纳吉才接获需要 去王宫会见国家元首 国家元首将与国会议员面谈 纳吉定于上午十点半前往王宫 但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见国家元首 不过 法官回应说 虽然国家元首 召见了纳吉 他当然要听从 王宫的指示出席 然而 纳吉应该礼貌性的 先来法庭 我看到 新闻报道说 国家元首 召见将分批举行 纳吉最好让我知道 他的时间 是从几点到几点 我想知道 他会面的时间 在他会见国家元首后 我希望他回到法庭 继续审判 我甚至可能不会 在下午四点停止审讯 法官随后给了纳吉的 律师十分钟的时间 以查明并告知纳吉他 拜访国家元首的时间 由于纳吉 并没有出现在法庭 和他的律师 没有给纳吉 将缺席庭审多长时间 法官以一场愤怒的语气发言 短暂休庭后 拉莫哈兹兰在上午十点左右 告诉法官 他无法提供具体时间 因为国会议员将单独 和轮流会见国家元首 不过 法官仍坚持 纳吉需要出庭 他将在下午二十三十分 继续审理此案 法官表示 他将争取让庭审在下午四点后 继续进行 以弥补损失的时间 因此 在禁见国家元首 不到一个小时 纳吉就率先 离开了国家王宫 权3104 知为 在哪里 在簽网� osób ended 稍候 那 以 语